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介绍的是五母数分析里面的符号检定 那么这个单元教的是中位数的区间估计 我们来教各位同学怎么样去估计这个中位数的一个信赖区间 假设这个x1到xn是一组随其样本 那么我们按照这样的来排 排成一列 信赖区间 这个中位数位于这个r到这个s之间 我们假设它的信赖区间就是一减α 那么它的几率呢 几率是怎么看 这边的话呢是二分之一 因为比它大或者是比它小 只有这两者之间的分别而已 那么我们的话呢 这个的几率就是两者之间看看的数量 把它一个一个算算出来的这个结果 我们就称这个r到这个s为中位数 这个叫做eta eta的话的百分之一减α的信赖区间 一般来说我们最喜欢用的是百分之九十五的信赖区间 或者是百分之九十九 那么都没关系 我们要知道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分配 这是一个二项分配 我们必须要知道 这边从这边过来 这边就是我们百分之这个一减α 它的信赖区间 那么依照这样的一个做法的想法 我们就可以去抓怎么样去估计 那我们找一个题目来做 我们看看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是中山大学资管系的考题 那么题目的内容其实前面不是很重要 一个统计系的学生的话 他在高速公路做了一些观察值 他观察什么呢 他定了一个某些定点 然后那时候的话 是有十台车子通过时的速率 speed of 那这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笔资料 现在他呢 他问的是 他需要我们去做 把将这些观察值的话呢 去做一些排序 然后找出什么呢 找出medium medium是什么呢 eta eta的话呢 这个字就是代表的是中位数 那么他怕我们还不晓得 还特别的话 还做了一个 这是50分位的部分 就是在50%的位置的这个数字 也就是赢一半输一半的这个位置 那么我们顺便的话呢 跟各位同学介绍这个中位数 他这个符号的话呢 是怎么样去做一个了解的 我们前面在母数的部分 我们这是什么 同学们应该知道 这叫做mu 这是母体的平均数 我们在样本的部分 我们都称为x bar 一样的 我们是在五母数统计的部分 我们也有类似的东西 mu 我们有一个eta来取代 eta是什么 母体的中位数 那有没有样本的中位数呢 有 我们如果取的是样本的话呢 就跟x bar很像 这叫做x tuta tuta的意思就指的是 是这样子的 一个弯曲的 这个弯曲的就是代表的是 样本中位数 好 那我现在再来 我们看第二题 他要我们建立一个confidence interval 就是一个eta的 一个中位数的一个confidence interval 那现在希望 他希望的是有98%的 新来区间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 第一个题目 第一个题目 我们先进行的是 一个一个把这个数字抓下来 就是从小到大 排一下 我们是从78 到81 再来的话呢 就是82 按照顺序排 那我们来先来排一下好了 78 81 82 85 86 12 2345678 90 确定的话是按照顺序排了 那么我们中位数的位置 他要我们去找出中位数的位置 怎么找呢 这里有10笔资料 10加1除以2 所以是第5.5笔 第5.5笔的资料就是123455的跟6中间的这个数字 86加88除以2 那是多少呢 87 所以我们的样本的中位数 我们应该可以知道了 我们的样本中位数是多少呢 是87 87我们就写 我们就写 等于多少 87 我们用87 来去做 ETA的一个估计值 但是第一题我们就解决了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第二题 第二题的话 他要我们去 做的是什么 找他的 这个 confidence interval 那么我们就从边缘一个一点一点的来做就可以了 一点一点来做 这是由R到S 我们从右边开始好了 假设S是1的时候 假设S是1 那么就只有这一个一笔资料 一笔资料从12345610个里面挑一个 来C 10取10 1分之1的十四方 因为他只有10笔 那么这是多少 我们算一下 这个等于1024分之1 我们算一下的话呢 得到 0.000976 那同学你要知道 如果以双微减定来说的话 这个地方还太大 还太大 这个 这个 不对 我们还要再往里面 再一点一点的往前走 他没有办法算得非常精确 因为他这个是 间断型的 那我们继续再做第二格 第二个 第二个 如果S是2的时候 2的时候就要有两笔资料了 两笔资料 S等于2的话就有10取10 还有10取9 10取10跟10取9 来我们看10取10 这个已经算出来了 这是1024分之1 这是1024分之10 所以是1024分之11 我们算一下是多少 0.0107 那我们来想 这个合不合理呢 那就可以了 怎么说呢 这个是 假设是 123 456 7 8 9 10 现在我们一笔一笔来看 如果说 这个 这是多少 0.01 这个 也是0.01 那么这不就是我们百分之 大约是九分之 98%的信赖区间吗 也就是说 我们已经算出来了 大概S就指的是2 也就是排除这两个 所以我们就可以去估 我们的信赖区间 我们的信赖区间就是 81到104 是怎么看的 就这个 第二 所以的话我们就直接写 81到104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单元 我们介绍的是 中位数的一个区间估计的方法 其实跟前面的这个简定的技巧 其实是非常像的 它只是颠倒过来做而已 但是 我们要是题目 没有办法 可以说随心所欲的 直接要我们算95 就是96 那个的部分来说 因为我们这是离散的部分 间断型的部分 只能够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来计算 看看中间的位置是落点在哪里 谢谢大家